繼續來看關門體的夫人丹佩吉 在台北市連伊合併 富裕餘区在服務 早上他突然間來選佈 做他生做30年了 九月底要提早來退休 丹佩吉控說 台北市連伊變伊 外問進步的辯職 像是一個人 但是要付出 投票台減頂頂大量的工作 要再開單來做業績 丹佩吉控 他個人的能力 不符合到台北市衛生局的要求 台北市衛生局是來回應說 通常 以外問進的辯職 應該有三個人 而且將來就沒有 開大作業這個公法 第一歲 他讓人員 如果因為空氣量太大 衛生局都可以 适度來調整 現在輪到我要去找工作了 是什麼事情 是讓民眾黨主席 關門提前的口腦 本來是太太 丹佩吉 向雄三部要提早退休 現在六十二歲 丹佩吉 有收入科醫師三十十年 經歷 根本在八市連伊 合佩吉 有影哭中心 門進部做主審 不過率先用普通說 九月底 白費連伊 提早退休 的決定提早退休 是個人醫療專業 和行政任務 已經對不到八市衛生局的要求 但沒記說 自己在營養 門進部變成來 敢有一個意思 沒有要求 也沒有意見部門 而且一個人要負責疫苗 主審 導致健康檢查 美食管的檢查 口腔和體驗 和實體健康 門進部也沒有 放下山西去 他檢查 讓理事要找人一晚 還要求愛家開單 做業照 讓丹佩吉 感慨 已經變成 做到 衛生局的基態 現在 出不下去 只好自己 閃去旁邊 沒有啦 我強迫退休 我也提早退休 因為外門整部 並沒有相關檢查的 一個容量 那如果我們市女朋友 都已經到院外門整部 來進行相關的一些檢查 跟作業的話 那我們在 為了要幫他提供及時的服務 當然我們還是會在院外門整部 就開相關的檢驗單 衛生局強調 訴訟 因果門進部 會配一個醫師 一個醫師 和一個學歷師 還有行政靈環 在以上車 有三個人在這邊帶來 對丹佩吉 一個人集結的說法 會再調查 這些增加業務量 怎麼樣來做分配 或者是考量到 第一線的一些醫療人員 他們的感受 在台北市 簡單講就是 一家就診聯合服務的概念 讓市民朋友 他能夠就近 得到相關醫療的照顧 我們其實每年 一邊兩義的預算 也有相關的獎勵期值 強調要有市民 上邊你的醫療照好 不過因為 門進部組織保養 他屬於你無關的問題 便宜陷伺候 就要強到重視